脸面代表着生殖功能 对不对 花开那么漂亮 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人不能把生殖器官挂在脸上 但是得有个脸面 脸色光泽滋润度 越好看 说明生育能力越强 因为你抛头露面 你展现给别人的是这个 那么当你没有生育能力情况下 你又想吸引别人怎么办 只有化妆整容 对吧 搞一套假的东西 把那些骗过来 聪明人你骗不过来 他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再一个他会闻味 他会闻味 你尽管画的齿白纯红那个样子 但是你身上的味道不对 对啊 香水可以掩盖 但是那不是它的味 不是它的味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体味 真正人互相吸引的 我相信绝对不是意识层面的吸引 是吧 你有多少资产 存款 什么房子有多少 不是 真正人互相吸引的 还是先天本能的东西居多 所以保持一个内在的 很强壮的六斧的运化功能 是吧 六斧主销主化 然后保持自己的繁殖能力 这个脸错不了 否则的话 不是这般 就是那叶 可是 好 啊 啊 感谢观看